6月份全国开展了打击电信诈骗的云建行动 在官部的同一协调下 全国多地警方配合调查展开行动 日前海南警方对一起电信诈骗集中收网 抓获了上百名犯罪嫌疑人 来可莫道 当晚10点海南警方调集警力 在丹州等12个市县开展了蓝天2号专案集中收网行动 在海南丹州1500多名警力 分成多个小组抓捕犯罪嫌疑人和搜集物证 面对警方的抓捕一些犯罪嫌疑人 仍抱有侥幸心理 认为不承认就可以逃脱制裁 而这名犯罪嫌疑人本来打算在第二天结婚办酒席 没想到却铛铛入狱 这次抓捕行动共抓获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188名 但仍有部分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在逃 海南警方随即向全社会发布悬赏通告 我们制定了悬赏公告 贴到每个村每个街道 扭送一名犯罪嫌疑人 要奖励10万块钱 本身对他们也是很大的一个震慑 截至6月29号下午3点 被劝投自首的犯罪嫌疑人93名 抱着侥幸的心理 看看能不能赚得到一点钱 投案之后感觉心情不服多了 不像之前躲躲藏藏的 这个是迟早要面对的